新冠本土疫情新增了二點三萬多例的確診 還有七十九例的死亡 人家都指出 這些死亡個案 大多是沒有完整施打疫苗的長輩 如果兩個星期之後 死亡人數依然在高點的話 那會是一項警訊 這代表脆弱族群的保護力 還急需加強 除此之外 有醫師就警告了 說過勞染疫可能會釀成 新冠肺炎的重症死亡 新冠疫情持續延燒 四號週末新增兩萬三千三百四十九例本土病例 較上週六同期減少約一成四 中重症有一百八十八例 死亡則有七十九例 有醫師警告 過勞如果染疫恐怕釀成嚴重肺炎 日勤有位六十多歲男性沒有特殊病史 因為長時間工作過勞 今年一月確診後引發嚴重肺炎 出現大白肺 雖然緊急裝上葉克膜 人不幸病發腦出血 搶救二十天不幸病逝 農曆春節過後本土確診數一度飆破三萬例 這幾天病例數雖然逐步下降 但死亡人數居高不下 指揮中心推斷是過年後 回補通報結果 有專家表示 有專家表示 死亡個案大多是未完整接種疫苗的長者 顯示脆弱族群的保護力急需加強 如果兩週後死亡人數仍在高點 就是個警訊 專家強調新冠病毒不斷變異 年輕人染疫大多為輕症 但對於長者慢性疾病者仍具有殺傷力 染疫後很可能變成重症 而且接種新冠疫苗抗體 僅能維持半年左右 因此建議民眾應追加接種次世代疫苗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記者 莊志成 泰國報導